今天這個是一個瑪麗夫 然後其實還蠻有趣的一局啦 瑪麗夫現在其實還蠻強的 就是這個英雄能力其實有點比那個拉法姆還厲害 然後這邊是瑪麗夫很好吸收也就是Token吸收 一般來說Token其實我都是買Token 然後賣一個然後直接用英雄能力啦 這有點像是那個拉法姆可以第一輪 就是壓英雄能力偷牌的感覺 不過瑪麗夫是一定會偷到 但瑪麗夫的缺點是他會有延遲效應 就是會比較晚才拿到那張牌啦 不過那張牌也會有BUFF這樣 所以前面就先賣一點血然後 這邊賣兩粒血其實是很OK的啦 所以才會導致就是那個Token吸收那麼好啦 因為等於說那個偷牌就非常非常賺 其實這邊這邊其他旗子角色也沒有到 除了我之外也沒有船長啦 所以這一局裡面可能我算是最強的英雄 然後這邊有一對魚人胚 食堂獵人胚 那就直接用英雄內把它拿下來 一般來說這隻角色前期想做的是就是想辦法拿到一些三合一啊 然後升級路線也一樣是到六塊錢再升星 不過六塊錢之後一般來說就會直接那個快速升星了 就不會再三四星多待太久 然後希望沿路上可以拿到一些配這樣 拿到一些三合一啊 這樣才會夠強 那這邊的決定是直接英雄能力這個小貓或者是 直接買這個小貓 我突然決定是直接買啦 因為其實小貓只是想要它三合一而已 就是它體質對我們來說其實沒有太重要 那這個甲板菜鳥其實也跟Token很像 所以就一樣是英雄能力這個甲板菜鳥 等於說它就幾乎跟Token一樣 不過體質比較好 然後沒有兩張之類的 就還是有些詳細的不一樣 相信大家都了解 那現在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其中 因為我們有擊中三個Token 然後還有一個甲板菜鳥 然後還有我們現在手上還有兩對配 所以其實擊中配的機會是蠻好的 那這邊一樣我們想要先把它版面變強 所以就先上老蝦炎 然後石湯這邊可以決定Buff老蝦炎 或者是我這邊是決定Buff另外一個石湯 因為其實老蝦炎的攻擊力已經夠 然後就四滴血跟五滴血在前面 一般來說就老蝦炎比較看攻擊 然後四滴血一般來說還蠻夠 可是三攻跟四攻我覺得差別比較大 所以我這邊給 而且你希望有兩隻叫健康的手下 所以這邊是選擇給石湯這個Buff 然後我這邊英雄能力是拿這個嘲諷龍 因為其實我有點想要一個嘲諷 嘲諷會讓就是隨機的撞來撞去 變得比較沒有那麼隨機一點 所以一般來說是想要有一點點嘲諷的 所以有點嘲諷應該可以改進我們的陣容蠻多的 所以我選擇的是 有英雄能力拿嘲諷 這邊其實看起來非常魚對不對 可是 到後面 如果大家有看到標題的話 應該就知道我們其實是沒有玩魚的 還蠻有趣的 這邊其實差不多該 是做什麼事 我應該就是英雄能力而已 然後上這個 加上菜鳥吧 就其實這個 小貓胚其實差不多該走了 這邊這個甲板菜鳥 其實多省這一塊 讓我們下輪有比較多的 那個活動空間 因為假設沒有這個甲板菜鳥的話 一般來說就下輪一樣就 速身四星 然後 一閃然後用英雄能力 那這邊一樣就英雄能力拿這個 魚人隊長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看起來非常的魚 然後 多點攻擊力總是好的 其實三星 三星就 會想要擊中一些比較好的魚 就比如說那個 加血魚 或是 摩麒麟行人 可是我們也沒有擊中那些東西 如果剛一閃有擊中的話 其實就冰起來就好了 所以這邊又有一個魚人胚 基本上這個魚人胚應該是會 英雄能力起來的 然後其實我蠻想拿這個青銅龍的守望著的 可是我應該也要升星 所以假設沒有拿到那個 加滿菜鳥的話 其實就不能做剛剛這個操作 然後 因為已經四星了 所以我們就 不再拿這個動物園 關機器人 因為四星有 更好的buff 不過你可以看到 就一星的食堂獵人 其實非常強 這個聖盾龍也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剛才就是賣對子拿他 這邊就一樣升五 開骰 然後這邊就 基本上應該是把那個 加滿菜鳥賣掉 然後英雄那一張牌 然後這邊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到底要英雄那一誰 就 我猜有些人應該會說 剛剛應該要 英雄那一加滿菜鳥之類的 不過 就其實沒有想要那麼快升六星 所以其實加滿菜鳥 就已經攀到五星了 我們接下來的目標 應該就是要 好好的來提升手下的體質了 然後 另外一點是 因為就我們 我們下輪應該不會升六星 所以 加滿菜鳥那個降費效果 不會那麼快有幫助 這邊就輸了 可是我們已經 我們九塊錢已經五星了 所以其實就 慘這一點是還可以吧 然後其實我們也沒有拿到三合一 所以 對上第一名的這個代瑞會輸也是滿正常的 所以這個毒魚我應該是要拿 所以這個毒魚我應該是要拿 然後這邊就有兩三合一 對 這邊看起來錢是不夠的 可是其實錢是差不多夠的 還滿詭異的 因為有那個 這個 這個Token的關係 所以剛剛好夠 其實後見之明是這邊應該要先開一張 因為這邊其實沒有開到 就開到一些怪怪的東西 就開到龍的東西 我們直接開到兩張卡雷格斯 所以我這邊看了 就其實魚人還滿多家 而且魚人的血都還滿少 所以就是 現在 現在轉龍應該還可以 其實因為現在很多人會 就是一堆 有可能一堆人會搶完魚 所以有時候 如果真的沒有擊中魚的話 就要趕快轉 可能因為大家都在搶一樣牌 所以魚人就變得比較難活起來 所以剛剛上銀家也是在玩龍 所以其實還滿好的 然後 因為我們有硬殼 所以我們這邊拿阿古斯 基本上這邊都是蠻正常的操作喔 這邊打的這家魚人其實很慘阿 所以應該不用太害怕他 所以我們這邊就 所以我們這邊就 就如果你真的很怕 那一家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 留那個毒魚啦 因為那個毒魚其實還是蠻厲害的 所以這邊其實我 應該可以再打得好一點阿 就是buff應該可以 快速上扣更久 我這邊在想要閃還是要怎樣 在這邊就決定拿 嘲諷 一星嘲諷的胚 然後這邊剛好閃到 蠻多之怒的三合一 蠻多之怒的三合一 蠻多之怒三合一會拿到 兩張金卡 所以其實非常的厲害 而且我們知道 玩那個 玩龍的人 不多嘛 然後 剛剛上一家玩龍的人 其實也還沒有卡回狗斯 所以其實我們 我那時候覺得 三合一卡回狗斯的機會 是蠻高的 然後火勝 兩個卡雷狗斯 跟一個卡雷狗斯 差別在 一個卡雷狗斯 呵呵 就那個 提升的速度 是差一倍阿 非常非常的快 其實我有聽說 就是 馬一夫還蠻適合玩卡雷狗斯的啦 馬一夫還蠻適合玩龍的啦 因為 龍提升體質的速度 在於你一回合 可以買幾張戰火牌 然後 馬一夫可以讓你 每一回合 多拿一張戰火牌的感覺 這邊拿紅袍也非常非常強 拿紅袍我們基本上就 幾乎虎了啦 這邊就拿 大恐龍 一方面它是戰火 然後一方面可以扣 其他魚人的 大恐龍 這好像還剩一家是魚吧 其實這邊感覺可能應該下那個 下白浪啦 可能不應該下這個戰狼 因為扣 扣這個大恐龍 扣久一點應該會比較好一些些 還有一家魚耶 可是這家那家魚好像沒有到很強 還是怎樣 我忘記了 沒有它看起來還蠻強的 看起來還蠻強的 不過其實下一輪我也可以 如果硬要扣的話 你可以就升星了 你把那個大恐龍扣下來 很糾結 應該繼續扣這張 雖然那個體質是加12加12真的很多 體質真的很多 所以這邊擊中 卡雷狗斯三合一 卡雷狗斯三合一 其實讓我們有格子可以上 紅炮啊 更多卡雷狗斯 或是上更多卡雷狗斯 那這邊打一個幾乎滿血帶的 我的決定是 就是上紅炮了啦 因為其實根本就不確定他到底有多強 然後剛剛也是英雄能力那個 英雄能力聖盾龍 來 找更多三合一 這邊紅炮擺第一位 因為其實有一些情況 紅炮是不會死掉 因為他在玩機械啦 所以 紅炮一方面也可以破他的聖盾 紅炮擺第一位還是 一般來說還是比較好 不過這個聖盾龍 可能不應該擺第二位啦 因為他的體質比較小一些 不過也很難講 因為假設紅炮不會死的話 那聖盾龍可能就應該要擺第二位 所以龍的其中一個特性就是非常非常痛 龍成型的話非常非常痛 然後通常可以快速的結束遊戲啦 一般而言 那這邊其實我們還蠻尷尬的 因為 幾乎是滿版面啦 這邊應該是決定就升星啦 然後 如果骰到紅炮的話 我們再來慢慢提升 然後其實這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點就是 戴瑞知道我們有 戴瑞知道我們有紅袍 然後我們紅袍沒有嘲諷 所以戴瑞其實有可能 會把那個 他有可能會上一個 比如說1-1-1嘲諷聖盾 或是一攻的嘲諷之類的東西 讓我們的紅袍 死神不會處罰 所以其實這邊如果可以嘲諷紅袍的話 就如果可以找到阿古斯的話 也不錯 找到阿古斯的話我們可能會 把那個第四張卡雷狗斯給賣掉 因為他最小 所以這邊就來找紅袍 然後我們就找到紅袍了 然後我們就找到紅袍了 這邊其實還蠻尷尬 我打出這個發現 我如果現在賣他的話 會報錢 報了一塊錢 對 我打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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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卡雷狗斯 成長非常非常快 那我們抓到 找到第二個紅袍 嗯 我這邊最後的決定抓紅袍 因為假設下龍還要提升的話 我們還要再找一個紅袍 所以就不如先把這個紅袍抓起來 不過我們的龍其實也很大 哈哈 他這邊還蠻有趣的 就是 他其實是可以讓死屍鬼 只有 一攻 就是一攻的啦 不過他也有另外一個操控 紅袍大概也會撞進去打開之類的 就算我們的聖盾被燒掉 其實還是百分之百會獲勝 今天就沒有玩到 這麼強的龍了啦 這一局 這種局還蠻少見的 因為一般來說 魚人的狐牌速度會更快 不過就是 想看 其他家到底在幹嘛 假設真的太多人玩魚的話 有時候魚人會非常難 他說 為什麼 也是 還有 by bwd6